哎呦 这是圣诞主题的蘑菇吗 有油吗 你们看 像不像迪士尼电影里面的场景 欢迎回到一时大楼的频道 我是肯坑 看我的小竹篮 今天要开启我的采蘑菇之旅 大家都知道 加拿大这个地方森林还是有的 今天就跟我一起去看看 林子里有什么可爱的小蘑菇吧 快点 我们进入了深山老林 有油们弹幕说一下 我该选右边的路还是左边的路 我觉得好像左边的更好走一点 我走左边吧 我们油简入南 哎 那个是吗 那个木头下面那个是吗 就是那个滋润出来的 这个叫树蛇林芝 它是林芝属性 这好像挺常见的 因为我经常看别的小伙伴 在林子里面就能找到这种在树上的这个林芝 这种木头 它是像个夏天的树 有这些小袋子 所以你把它洗掉 在冰箱里 把它洗掉 切成一盆 然后它会非常好 哦 酷 来 您喜欢一个滋液 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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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好 拜拜 获得了一个徒步拐杖 又遇到刚刚的那个爷爷了 好棒啊 我们终于看到了今天第二个小蘑菇 这个也太小了吧 太可爱了 搜一搜我这个蘑菇是啥 我看大家学习蘑菇最好的方法就是给它摘下来 然后观察一下它整体 悠悠们 发现了一个小灰菇品种 我发现了这个蘑菇是超级无敌小 它还是个宝宝 现在果然是打猎季节 我突然有点害怕 我今天穿的应该不像动物吧 我们又发现了好多树蛇林芝 这个看起来比刚刚那个嫩多了 在这个小道边又发现了一个蘑菇 它好隐蔽哦 又开始腐烂了 上面好多小虫子 我发现了一个 看在这个枯叶里 拍一拍 被虫子咬了一口 这也被咬了 看这里近一点拍 这样 这是个什么品种啊 这是蘑菇 悠悠们 我发现了一个超级诡异的蘑菇 我挖出了一个这个 它摸起来好软嫩 这是什么品种啊 这是什么品种啊 这里就有 这里就有 但这棵好像被虫子吃了一点 这也太好看了吧 我发现了一个超级诡异的蘑菇 你看 绿蘑菇 你看 这是圣诞主题的蘑菇吗 这个我是不太敢摘来研究了 但我可以拍个照回去看看 我又发现了一种蘑菇 我又发现了一种蘑菇 悠悠们 但这个我也不太敢碰 因为它是那种丛生的蘑菇 而且它好像才长出来一丢丢 看别人的视频里说 火鸡菇是可以泡水喝的 它有药用价值 暂且叫它火鸡菇吧 回去查一下正确的中文翻译 我又发现一个小蘑菇 看这个 这是什么 今天是小宝宝居 这里什么都没有 一个虾菇都没找到 蘑菇 蘑菇 你在哪儿 一会儿要是看到这种 可以下去的地方 我们还可以下去找找 因为下面有个小溪 有幽默你们看 这个小溪都然都是草 然后还有阳光洒散来 这也太好看了吧 像不像迪士尼电影里面的场景 就是开头在森林里面 然后公主还没有长大 她就住在这样的林子里 这也太好看了吧 感觉小鹿会走这条道 感觉小鹿会走这条道 这个小溪 应该是那个小鹿走的 那本期的采蘑菇出探险 就在这里了 大家记得关注我 下一期我们继续去发现 可爱的小蘑菇 关注我 我是肯肯 下期待你住世界上更好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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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子里的终于 可能是有什么事